新竹是二十余岁 潘静男子 今天清晨在狂欢唱歌喝酒后 在KTV外抽烟闲聊 与另一组酒客起冲突 双方胡言乱语突然互呛 最后动血手脚 警方随即前往劝阻 甚至出动快打部队 要将闹事酒客驱离 但过程中酒客动手推及警方 还弱骂 警方将闹事六人带回警局 今天训后将依妨害公务罪嫌疑送法办 今天清晨一时时 潘静男子酒后在KTV外咆哮 因其其他酒客不满 双方隔空叫嚣后 更呛声要叫兄弟来 警方随即前往劝阻 但隔没多久 路口聚集30名酒客 警方也马上派出快打部队 呼叫50名警力前来帮忙 将闹事和围观的酒客劝离 当时有民众路过 随即拿起手机将画面拍下 并上传至脸书社团黑色豪门企业 从影像画面中可见 警方出动大批警力 并在KTV前将闹事的酒客驱离 画面中有几名激动的男子人隔空叫嚣 警方表示 此次事件造成两名男子受伤 其中一名男子自称撞到头 感觉晕眩 另一名男子则说被推倒扭伤脚 已将他们介护就医 没有大碍 警方指出 潘信酒客与有人不愿听警方劝阻 还出手推挤 谩骂警方 因此将他们六人依防害公务强制逮捕 其余酒客当场在警方劝阻后 离开现场 双方酒客打架闹事 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劝阻 图 截至黑色豪门企业 分享 双方酒客打架闹事 警方出动大批警力劝阻 图截至黑色豪门企业 分享